歡迎大家回到新一集講碼攻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憶 我們前兩個星期有一集血統講迅可成真 效果反應都好像不錯 是的 首先多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當然血統不是我們最專家的範疇 我們都是不斷地學習 所以如果資料上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支持 最重要是有什麼地方都支持我們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我們 是的 之前我們就講迅可成真 一隻馬王級的馬 今天我們又是邀請了一隻馬王來和我們一起做嘉賓 也是的 但我覺得這隻在我心目中 絕對會在迅可成真之上 為什麼這樣說呢 信可成真就是兩個地方贏10場一級賽 這隻我們可以叫做世界馬王 雖然就只是在英國跑 但是就贏了12項一級賽 還要什麼場地什麼路程都有 是的 贏這十幾場一級賽 堪稱都是世界級的 平均贏那些馬位 都贏5、6個馬位 你想想在皇家阿士谷馬場 贏5、6個馬位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是啊 大家都知道 英國的馬場都很欺負人跑 很多就算挺厲害的馬 你想想香港的馬王步步 有過得到英國跑 都搞不定 所以這隻世界馬王範高爾 究竟有多厲害 大家都可以想得到 是的 這條影片 看到她贏女王安妮的時候 好像怎樣跑都沒有對手 其實贏馬姿態和美麗傳承都有點相似 你有沒有發覺 都是入彎按住相片 是的 一入彎按住 都要入直路彈掉來贏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特意選了這兩條 我們心目中覺得很經典的 就是范高爾的頭馬片給大家看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若要跟大家說一說這兩場很快 第一條就是勝之武士皇宮錦標 他入彎就已經 其實可以說阿奇伊利有點心急 就很早已經過了他帶頭的扣女子 子彈火車 一入直路彈掉了 但是可能始終太早發力了 令到最後就被佐范尼和晉寬騰追得很貼 差一點 就沒有了一場勝出的 那這場之後另一場 即是待會大家看到的條片 就是女王安妮錦標 那場就贏得掉了 一個馬費這麼多 是的 他說阿奇伊利早走了那場 喂大哥 你阿時谷看了這麼多年 早走了嘛 哪裡能收到尾的呢 他又不單止收得到尾 其實他都叫做贏掉你們一個多兩個馬位 即是你那個質素是高到一個深不可測的地步 可以說是 沒錯 所以其實這隻馬 那時候都比世界馬壇 用了很多不同很厲害的形容詞 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你贏這隻梵高 因為他沒有基礎 他那時候的世界評分真的好像是歷史新高 對 好像都超過百四 那你就知道多厲害 那你想一下他又贏得一千六米 最長到二千一百米又可以 即是那個老程 其實當然還有更加可數 可以幻想的空間 即是那時候想 其實會不會跑二千四都可以呢 但他當然沒有跑過 那可以幻想的 那其後他出的指示 就真的可以去到二千四的 是啊 我相信某程度上都跟他附近 天文學家 天文學家 天文學家有關 那大家知道天文學家是跑道很長 那他其實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很驚訝 即是他第一水的指示 原來都已經很厲害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大家可能聽到這些馬壁 那時候會心想 什麼第一批的指示 但是其實正正是他們第一批指示 已經出到一些很厲害的 那為什麼呢 金虎神偷 贏得很厲害 然後還有海市神流 足動心 然後日本橡樹大賽冠軍 還有一隻大家都很熟 魔族瓦局也是他 嘩 厲害 其實魔族瓦局 今年是開發了泥地這個路程 我想都沒有什麼人會幻想到 哇 贏泥地也是贏到你不能跑的 是啊 所以其實都看得到 某程度上看到范高爾指示 啊 場地性能原來都很廣泛 不論是乾地也可以 濕地也可以 泥地也可以 草地也可以 那香港那些是不是這樣呢 會不會貨不對版的 香港的話 都托賴三個場地都贏得到 剛剛那期講過上海城珍 也是三個場地都有指示贏 范高爾其實也是 最厲害的當然就是 上到最高班的精明才子 草地、田、菊、菊、草都會贏 你說說泥地 范高爾都一早已經開了成門 是啊 除了他贏到不同的場地之外 還要是在不同的環境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飽乾快地 你拿歐洲種來 經常都覺得好像不太行 要下雨黏黏黏的 但是范高爾就真的 乾又可以 濕又可以 真的什麼都可以 對 所以真的是十分全賽的一個符系 還有剛才阿威都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其實范高爾的指字的長力 其實是十分之有幻想空間 大家都可能想 香港的精明才子都贏了1,800 范高爾最長都是贏了2,000 但是原來他有一隻指字 近年有一隻指字都贏了幾場 是啊 就是邏輯學家 那個譯名 不知道是否錯 贏了去年的聖列治大賽 大家都知道聖列治大賽不是1,4米 不是2,4米 最少是2,800起跳 是呀 沒錯 所以他的長力都十分充滿 剛才說到那隻足動心而贏 日本橡樹大賽 都是2,400米的賽事 所以大家都看到范高爾 本身他競賽的時候的能力都已經這麼厲害 他遺傳給他的指字的能力都十分之廣泛 路程式認性也很強 你說他不是世界馬王 我覺得說不去 都可以這麼說 當然他有這樣的成就 他父母給他的事都不是簡單 可以說一下背景 大家都知道天文學家是一隻 極出色的歐洲總王 如果你說范高爾是最佳指字 我想都沒有人會反對 沒錯 而且他的母線 范高爾的媽媽KIND 都是一隻非常優秀的總馬 他自己出到的指字有不少 都好像是挺好的馬 剛才說過的子彈火車 放頭那隻 都是這個媽媽生出來 還有一隻 就是全兄弟 Noble Mission 雖然他贏的一級賽 就沒有范高爾那麼多 但其實他競賽的成績都非常好 嗯 這個Noble Mission 大家可能還未在轉播賽事見過 但也有些譯名是從高有無 但是作為一隻范高爾的全兄弟馬 大家都看到天文學家 這個總是對世界馬騰有影響很深遠 他傳給范高爾也這麼厲害 范高爾再傳給他的指字 大家對他的期待值都會相當高 事實證明也是非常強的 是啊 大家還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除了他父母兩線之外 其實你看回這隻馬 其實走出來是一種鬼格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一個冷知識 可能一些前輩都會有說到的 或者一些老一輩的馬迷朋友會清楚 一隻馬如果是四題踏雪 說這隻馬一定是好馬 大家可以看回范高爾的照片 其實他四隻腳的腳底都是白雪雪 而且白雪雪好像大家的範圍差不多 你看看他的馬很英俊 你看看我們這張照片就知道了 是啊 所以其實無論他的掌相 他的能力都是十分之亮麗 所以沒有人會反對他作為一隻 當今馬壇或者近代馬壇 一隻十分之傳奇的一隻馬 我相信再過了十年後 大家再說有什麼代表作 即是有什麼好的馬匹出動 大家都一定會想到是范高爾 是啊 其實香港那些紙次和他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就是大家都比較早熟 剛才阿韓說過的精明才子 一落地其實就有表現看 其實接連接近之後就開始贏 一路贏上去就扶搖直傷 當然有些好的 當然也有些比較參差一點 十隻手指也不只有一隻長短 像魚木春風那樣 都不是很高級的馬 不過聖載也有投馬交出來 還有剛才阿韋說到一個很重點的地方 就是范高爾除了性能廣泛之外 都十分之早熟 我想有機會會吸引到不少的馬主 喜歡這個血統的馬去引入 當然大家都知道范高爾這隻馬 如果拿去配種的話 配種費也相當之貴 即是不會說每隻好的馬都會買到香港 是啊沒錯 明瞞兩種 一定是貴 是的明瞞兩種 你賣來香港的當然便宜極有限 但是你說是不是每隻要貴到百位數這麼厲害 當然不會 因為有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 有些如果真的在歐洲配搭好的馬 他們未必會放手來香港 怎麼都會有一些像魚木春風的例子來到香港 但是至少因為范高爾這個血統 如果有些朋友對血統有興趣 或者研究開 看到他這麼好的性能 將來更多引入 令到香港出現越來越多范高爾這個血統的指示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是一件好事 是啊 聽完阿韓說了一大堆東西之後 好像覺得范高爾好像挺吸引 我想都有些馬主歌的心態應該是這樣 就是不在乎長久擁有 你曾經有一秒擁有他都很好 因為你知道一隻馬匹每一年生出來的馬 未必很多 好的就更加難找 所以導致范高爾的指示 有機會是偏貴的 其實是 因為看回他最高的那隻拍賣碼 那個價錢是去到310萬這個堅尼 那就是大概 310萬堅尼 好像是去到幾十萬英鎊 平均價 如果是幾十萬英鎊 都可能有機會會挨近千萬 或者幾百萬都走不掉 一定會走不掉 所以我也想多些范高爾支持來香港 如果不行也不要緊 你可以打Winning Post 感受一下 可以複製范高爾的職業生涯 沒錯 不過想問阿威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有一天 一隻世界馬王范高爾 跟一隻世界馬後魂獅 才配種出來會怎樣 不得了 這個不是世界仔 就一定是世界女 就是 如果 其實你看回他們的血統 基本上 我就不太懂 但好像相同 會撞的 撞名 或者撞馬 的機會率都很低 我想 就不會說 配來配去都是 日本有個問題 就是大震撼 配來配去都是 周日寧正 可能會有問題 但是 她兩個配就沒有問題 我相信 我希望 會看到這件事發生 對 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 我想 大家對她們的愛情結晶品 全世界都看得住了 當然 配到出來 成績會怎樣 如果有一天配到出來的話 大家都不知道 始終 不會每一隻都會這麼厲害 看看會不會有一天 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 如果是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好 我想想想 真的可以 又是畫面的 對 打機的時候 那你真的連連背她都可以 那大家儘管看看 你打機會不會 十隻裡面有八隻是厲害的 那就跟我們說吧 大家都不妨可以試一下 剛才這樣說 在香港 希望都愈來愈多 范高爾的指指 最新都有一隻 叫運財 再來 香港已經跑得長 儘管看看 她將來的表現如何 但我相信范高爾這個指指的聲響 都應該十分之適合香港的景色環境 沒錯 是啊 嗯 是的 都想看看她多些指指會怎樣 因為我相信今年又會是一個 一個新的循環 可能三四年一個週期 可惜是撞著疫情 導致未出來 我相信 遲些出來之後 應該會有些好表現給大家看 我也相信時間不遠 因為始終聽聞英國那邊 雖然今個月復賽的機會不算很大 但他們初步定是六月有機會會開 到時會不會有些新的范高爾 可以讓大家看見他們的威力 是啊 我們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都跟大家簡單說過范高爾 即是這個馬王總 究竟下一集可以說些什麼呢 就先買個關子 但相信都會是大家相當熟悉的名區 究竟是哪一種呢 大家要記得留意我們下期的血統論 至於下個星期說什麼話題 記得留意我們IG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做得好又好 不好又不好的話 不要緊 你在我們Youtube留言也行 在IG留言也行 如果你想支持我們 很簡單的 不用捐錢的 最重要是在Youtube留言給我們 或者在IG留言給我們 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沒錯 記得要多些支持我們 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